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可以说这个power outage 或者是power failure 或者是呢更简单一点的power cut 这次电呢我们power呢 这个有力量这个字这边是表示电力的意思 所以power cut OK被切断了 电力被切断了 自然呢也就是断电的意思了 那刚刚呢知道停电怎么讲 那口语当中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如果今天我们是在交谈聊到说 这个停电了 OK我们呢就可以轻松一点 不需要用这么难的单字哦 我们呢可以很简单的说 the power went out 或者是呢说the power is off OK先说一下out out这个字呢它就有这个没了的意思哦 比方说呢 we are running out of rice OK我们的米要吃完了 已经要吃完没有米了 OK就是running out of something 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说power went out 不是指这个电力出门了 注意呢我们重点要放在out 是表示这个电力已经没了 OK那off 刚刚另外一种用法的power is off 这个off又是怎么回事呢 OK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了 英文里面呢 当我们要讲这个电器的开关 我们要怎么说呢 不是open或是close的开关哦 OKopen或是close 那个是开关窗户 开关箱子的开关 那如果电器呢我们要开关哦 我们应该是要说启动跟关闭 OK这时候呢我们要说turn on 或者是turn off OK所以我们这边说 the power is off 表示说呢这个电力被关掉了 OK没有电力了 所以呢自然哦 一样呢就是停电断电的意思哦 那补充一下电力回来了 我们要怎么说呢 忽然呢这要是灯又亮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说 the power is back on OK电力呢已经回来了 而且是怎么样是un 表示呢被启动了 那知道了停电断电怎么说 那停水呢 停水要怎么说了 空语里面呢我们可以说 we are out of water OK一样的意思哦 我们没有水了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说 the water supply has been turned off OK这个供水哦 water supply OK has been turned off 跟刚刚电器一样哦 这个供水已经被关闭 自然也就是停水的意思哦 很接近的用法 希望停水停电两组呢 你可以一起学起来咯 优优独播放